在文件站长者热情的舞动以及南澳高中精彩的街舞表演之下 为南澳乡、澳花村、卫生室重建落成仪式揭开热闹的序幕 澳花村位在本县最南端的村里居民约有1000人 村民大都仰赖卫生室所提供的预防保健以及巡回医疗服务 不过有已旧的卫生室建于民国49年 空间狭小已经不符合卫生医疗相关业务所需的环境 因此卫生局积极向卫生福利部来争取经费 历经了12次的工程发包 以及驿注本县的相对预算终于在今天落成启用 南澳乡、南澳卫生所、澳花卫生室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对我们预防保健还有巡回医疗服务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欠缺 为卫生部补助了666万 我们亦然省政府有665万 从民国100年开始破话 经过了10年的努力 尤其我们感谢陈董事长 10次的招标 12次的招标 最后我们能够顺利来完工 让我们在最偏远的在澳花村 能够把这个卫生室能够重建启用 那在这边非常的要感谢你们 感谢就是两位就是杨大跟盛母院的 就是我们张副院长跟我们的马院长 因为这个启用之后 还是需要你们的多多的帮忙 希望虽然是偏乡 但是是最温暖的地方 但是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未来生活过得最好的地方 重建之后的卫生室 有原本的11.07瓶 扩展到重建之后的76.1瓶 规划有急救室 预防注射室 医科以及牙医诊疗室 挂号室 药房 后诊室等等 除了改善医疗保健门诊 以及急救的就医环境之外 也提供预防注射 家庭访试 巡回医疗 整合新的筛检 传染病防治 以及提供卫生教育 等公共卫生以及医疗服务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